這個節目不能送給你支持的 對這就是機械原理 它機械是這樣設定的 大家好我們是 超凱之路手 這個聲音可以嗎 應該是可以啦 應該是可以啦 這個最近不知道有留學 對大家都會有一些想問 沒錯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吸一下密碼忘記怎麼辦 今天全網獨家 這個地球上所有的帶密碼鎖 這種帶密碼鎖 應該如何破解 它有一個公式 今天要教大家 因為同學今天有人問什麼 吸一下密碼忘記了 怎麼辦呢 是不是 好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今天主題是 吸引箱密碼忘記該怎麼辦 這不是犯罪 你只能開自己吸引箱 懂嗎 不會嗎 對 不要拿別人吸引箱來實驗 沒錯 這個實驗這個方法 不行留言留起來 還有其他辦法 這是一定會有的辦法 我們今天邀請到我們這個 開鎖的初學者 初學者 專家在這裡 對 初學者在這裡 我們今天要教你如何開 這是在國外大家都會 沒機會 你知道這個吸引箱密碼嗎 咱們不知道 好 好佩佩妳知道這個鎖怎麼開嗎 我不知道 妳有沒有看到上面有數字盤 有 下面好像有一個縫縫 嗯 妳轉轉看第一個 嗯 有沒有看到下面有一個 好像凹槽的東西 有耶 有沒有一個凹槽 嗯 那這個有沒有凹槽 有 它是每一個都會有一個 它每一個都會有一個凹槽 好 妳把凹槽放在 呃 四點鐘方向 四點鐘 全部放在四點鐘的方向 對 是 好 是不是妳現在都 欸這個有點歪 要把它放正 好 然後保持數字 在正確的地方就好 妳不用管數字是幾號 妳只要管在 這個凹槽 這三個凹槽 一個兩個三個 這三個凹槽都在同一個方向 都在四點鐘方向 妳會得到一組奇妙的數字 喔 我們再次強調 妳知道密碼嗎 我不知道 所有的數字現在開始減三 六減三是多少 三 那妳就按啦 按三轉三 五減三多少 嗯 好 零減三是多少 零減三是多少 七 好打開 七接吧 對 喔 這就是 機械原理 它機械是這樣設定的 嗯 所以它所有 只要行李箱打不開 妳只要掃下面的凹槽 我們買行李箱回去 比如說第一個 設定那個密碼 對 那個密碼就是設定那 凹槽的點 喔 所以所有的凹槽 減三就是正確密碼 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這一集真的是我們第一次怎麼樣 第一次這麼睡嗎 這一次 第一次蹲著拍 對 因為我們今天要去準備一些東西 有行李箱 有同學打不開 問我們該怎麼辦 嗯 第一個注意點是什麼 這個那個 三個凹槽 對在四點鐘方向 嗯 再減多少 減三 各減三 妳就會得到正確答案 嗯 所以同學們 一樣泡葫蘆 家裡有什麼的 有有有心理箱的 妳就可以 妳就可以開始進行 所有的心理箱 都是這樣 只要是這種鎖 都是這樣 嗯 大家學會了嗎 學費了嗎 只能開誰的 自己的 懂嗎 可以開你爸爸媽媽的 可以開室友的嗎 不行 可以開誰的 自己的就好了 懂嗎 懂嗎 只交一次 妳幫我們今天邀請 特別邀請到這個 開鎖的新人 開鎖出新者 妳學會了嗎 學費了 有沒有覺得非常的神奇 有 有沒有覺得到莫名其妙的地步 有 我很小的時候就會了 好 今天分享給大家 說我們今天主題是 請你現在忘記你嗎 怎麼辦 呵呵呵 請大家怎樣 請大家按 訂閱按讚小鈴鐺 最後要跟大家說什麼 掰掰 不要太臉了 懂嗎 回家試試看 掰掰